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红爷 几日不见甚是想念 今天是2024年9月18日礼拜三 又是美好一天 主题分享负能量股票挣脱垮你的资产 对各位投资管理有所帮助 记得看到最后 先看重点讯息部分 美国零售销售数据就像给市场打了一记强心针 8月零售销售数据月增0.1% 虽然看起来不多 却高于市场预期 这就像是当我们抱病去健身房 但只举一点点重量 教练却告诉我们做得不错 比想象中的更好 这也缓解了大家对经济可能急剧放缓的担忧 虽然道琼和标普500指数在创高后回落 收盘时变化不大 但至少市场暂时不会因为零售数据疲软而感到恐慌 消费者能再坚持 这意味着美国经济短期内不至于熄火 接着观看美国三大指数的部分 道琼工业指数礼拜二短暂创高后拉回 准硬靠近红色上升趋势通道上缘容易遇到较大压力 而通常拉回靠近下缘多方容易发挥防守力道 所以站远一点看道琼依然缓步上移格局 那斯达克斜尾上涨35.93点涨幅0.2% 目前谈毁所有均线但显着多方静观前缺 不过激烈的多空征战在8月初 多方重新集结反攻之后 目前维持相对高档横盘震荡整理实属不易 也再提到现阶段横盘震荡整理以盘带跌或是交加方式 进一步整理后较有机会迎来第四季持续表现 至于联动台股更生费整半导体指数部分 依然皆与上方季线以及下方粘线震荡整理 而能进一步判别中期趋势方向的跑短线的 当反弹靠近上缘流以追加风险 但拉回靠近下方粘线也容易出现多方的抵抗力道 市场看法部分 Foundstreet主管华尔街大托头他们立认为 无论降息25还是50个基点市场都会喜效延开 只要联存会暗示 还有更多礼物在路上 投资者们仿佛在等着过降息圣诞节 但纽约联储的经济学家却提醒大家 经济衰退的鬼故事还在墙角潜伏 他们立对2025年的股市也是信心满满 似乎已经提前预定未来的牛市派对 看来这场经济牛熊大喜忠 乐观派和悲观派正在上演一场 精彩对决 至于红野个人看法是 不管是一码或两码 大致上都在市场预测范围内 根据智商所FedWatch工具显示 目前市场普遍认为降息两码的几率高达63% 不过科斯多南里也曾说过 凡是证券交易所里众所皆知的事 不会令我激动 而在真正降息后也因为滞后效应 降息的效果也不会立刻显现在整体经济 除非一下子出现三码四码张的降幅 这样就代表着经济面临不小问题 急需急救 也更容易引发恐慌而大跌 总之无论多空看法 大家平常心看待就好了 当然美股相对高档 容易受到外在影响波动 红野自己再看看 有没有机会进一步捡便宜 想提升投资能力吗 记得先点选右下角订阅频道哦 才不会迷路找不到红野 接着观察 大家比较关心台股部分 昨天美股霞幅震荡 今天台股适逢每个月 第三个礼拜三 其或选择权月节算日 多空双方主力熬战 试图争取对方更多地盘 早盘开地后震荡缓步走高 今天普遍上涨加速 大过下跌加速 而涨停加速6加 也大过跌停加0加 通常可以透过上涨与下跌加速 还有涨停加 试图判别目前市场氛围 走试图部分 8月初迎来较大走跌 但当时也逼出了较大量能 所以持续反弹 进来反倒 持续呈现量能萎缩情况 尤其最近几天适逢 中秋假期容易观望心态 使得量能持续萎缩 那今天的量能 应该会比礼拜一还要多一点 但看起来预估成交量 也是难以突破3000亿元 一再提醒的是通常量先驾行 而无量则巧妇难为无名之吹 量能也决定了多方是否能有力 持续向上突破 上方还有二搜均线 以及季线反压 一旷经验而言 通常成交量达4000亿元以上相对有力 但若要持续向上弓箭的话 得持续量能滚量 持续滚到5000亿元以上 这边在特别的不负责任分享 红野觉得今年台股7月虽然创下相对高点 但当时的量能也没有爆出巨大量 红野认为如果量能超过7-8000亿元以上的话 务必谨慎与小心 只是目前量能萎缩情况下 大家看盘可能看到快睡着了 这段期间大家也不要觉得股市没事而忽略它 因为股市的转折通常发生在我们不经历的时候 那现在我们只能帮台股加加油咯 赶紧再回中期均线 那如果是反向拉回呢 越靠近下方指涉粘线 也容易出现多方抵抗力道 而于了解台股结构 得深入了解占台股权重最大电子指数 今天电子领头洋台积电也在平盘上下震荡整理 只要再加把劲就有机会突破上方季线反压 不过今天台股二哥鸿海似乎受到苹果走跌影响而修正 当然电子部分也提到 第三季本来就是股市表现相对不佳季节 而第三季陷入震荡整理反倒不失 第四季持续表现好契机 接着是占台股权重第二金融指数部分 在电子试图与上方二周均线熬战中 金融却悄悄地正站回上方最后一道极限反压 金融指数就像个蝗牛一样慢慢的往上爬 虽然缓慢 但是站在更长远角度来看的话 可以看到这个趋势依然缓步上移 接着是散户较喜爱中小型贵买指数部分 连续几天的反弹表现也不错 正面临最后一道极限反压 其实贵买这两年也涨蛮多的 如果拉远一点来看 自从今年三月之后 大概这一条绿色上下震荡 这部分先前分享过 当指数或个股涨多时 总是得休息一下等待后续基本面迎头赶上 所以整体来看 不管是美股台股的电金以及贵买 依然缓步上移 只是可能因为涨多需要点时间震荡整理 而整理呢 顺便将短线相对不安定筹码洗出场 而若能换手成功或有利第四季表现 接着观察今天资金流动情况 成交比重最大是电子但六成不到 第二是金融保险约9% 第三电机机械约5% 今天只有电子牺牲小我完成大我 资金流到其他 其他全面反弹 其中以航运以及电机机械表现较佳 电子这两年也是涨多 休息休息资金流往其他族群 让各类股轮动轮涨也不是坏事 而近来陆续提醒量能退炒情况下 一来资金在各类股轮动轮涨速度快 二来在热门股的轮动轮跌也非常快 所以大家短线也不要过度追逐某些热门类股或个股 因为涨第一天没有进 第二天没有进 等到第三天想说跳下去追了 很可能刚好就买在相对高点 轻则短套 重则变成回不去的大海参 那我们看一下目前ETF表现最佳的 今天主要是这些原油正二 大概2-4%涨幅 另外资金依然流向这些相关的 债券或金融债券ETF哦 接着观察今天热门股部分 今天依然受到双农抢亲 新光金并购案利多与利空冲击下 新光金股价颇有短线涨多获利了结情况 也初步跌破下方绿色月线 那今天关盘重点在于盘后 是否外资出现逢高获利了结 如果是的话务必谨慎小心 非常有趣的是中信金部分 金管会宣布不同意中信金并购新光金 不过市场反倒有利多解读 当然分享站在技术分析角度 反弹靠近上方中级均线容易较大压力 与刚上面新光金提到的是先前外资偏加码新光金 外资偏解码中信金 在金管会事件之后 关注外资动向是否因此发生改变 接着是涌光的部分可以看到 今年8月中旬开启上涨行情以来 主要沿着下方绿色月线缓步上移 因此月线或可视为上升趋势线 不过我们留意到这两天平平出现长上影线 这代表上档压力重重 这部分有兴趣的可以进一步观看 学员精华影片关键K线 通常投资人若能进一步判别关键K线 以及筹码对应情况 或较能趋吉避凶甚至领先他人布局 频频流上影线且外资法人偏解码的话 留意短线追加风险 至于面板群创部分 这一路走来持续提醒非常看外资法人脸色 这种面板走势就像一天的天气一样 一切都是外资说了算 至于无线网通大肠健汉部分 礼拜一常用向上突破红色压力线 今天立马遇获利回图 后续关注重点在于 下方原本这条压力是否有效变未来支撑 接着也是金融股台新金部分 在今年8月创下波段高点后随即获利了结 重新回到二收均线向上趋势线之上 短线获因消息面波动较大 不要随意追价 通常是越靠近下方中长期均线 较容易发挥防守力道 另外再看一下台积电目前筹码分布情况 上方橘色代表大股东持有超过400张走势图 而下方蓝色代表大股东持有率超过1000张走势图 我们可以看到今年台积电股价持续走涨创高 甚至突破千元大关 但这些外资法人们偏向减码居多 而股价越跌散户越喜欢进场买股票 也使得近期的总股东人数已经来到150几万人 当然大部分筹码依然集中在外资手上 另外关于台湾的主要全职股 例如台积电 鸿海 联发科这些 他们的筹码很容易被外资拿来利用 进一步控制台股指数 主要是因为期货与选择权杆较大因素 举个例子红眼每天分享先行指标 外资在期货与选择权可能先布大量空单 然后再试图透过贯砂这些主要全职股 因为透过拉抬或贯砂主要全职股的效率是最高的 而根据过往经验 如果外资期货选择权偏空的话 盘是相对不利 尤其是大量空单的话 更加小心未来是否发生波段跌幅 而外资目前期权部位来看没有非常大 仅里偏谨慎保守的避险四肢 也在提醒通常筹码的流向 比筹码的存量更重要哦 红野最喜欢股票类型之一是相对低档 然后外资大户逢低秘密加码 如果看到那种类型的红野大致上也会跟进加码 再观察台币汇率部分 在此之前看一下美元走势 随着美国联准会将在近期的会议后 开启降息步伐 但价格总是领先适时而反映 联准会进一步的降息也代表美元将不再那么有吸引力 也使得美元指数从先前相对高点106 持续修正到最新的101.01 至于美元进一步的贬值可能导致全球能源和原物料价格上涨 同时也使得美国进口费用增加 这样的情况也会让美国内部通货膨胀压力加大 还有更重要的是美元持续贬值降低的美元资产对国外投资者的吸引力 所以礼拜一影片也提到资金流往东南亚趋势 台币也在8月迎来较大升值 而近来提到短期内不太可能再发生8月那种强劲升值格局 当然联准会进入降息周期台币或呈现还涨格局 当然红野的角度还是希望汇率能相对稳定一点 因为太大波动也将进一步冲击台湾等出口厂商获利表现 影片制作不易还请各位老爷夫人播空点赞 让影片有机会给更多人看到哦 感谢再感谢 另外市场资金动态部分 其实外资对今年韩国股票大致成近买入 直到了8月份才出现近卖超 这与台股今年6月以来外资大幅减少台股大乡径庭 当然红野认为台股持续走涨创高 也是外资趁机逢高获利了解原因之一 即便如此 韩国目前依然跌破所有均线 依然属空头格局 相较之下台股在内资 例如政府基金 回流台湾的资金 受险业以及主力大户 中石户 散户等资金接盘下立抗外资大卖超 也让台股至今维持在21000之上 这部分红野持续提到 其实个人也挺偏好 将好股票留在我们台湾人自己手中 但记得的是 不要未来再度发生风吹草动 又乱砍在阿呆股就好了 因为乱砍在阿呆股的话 这些外资们可能再度趁机逢低进场布局 接着观察整体大盘筹码情况 依然未见外资积极加码台股 而投信一样在闪户大戈资金备员下连续加码台股 另外较令人担心的是 融资部分持续增加已来到3122.73亿元 因为短线相对不按定筹码的融资持续增加的话 这些容易变成外资打靶的对象 例如外资如果趁机灌杀指数的话 这些反倒可能成为外资灌压指数的燃油剂 接着看一下外资礼拜一买了什么以及卖了什么 主要买进面板的群创于友达 然后也买进了避险的元大台湾50反一 买进星光金元大台湾驾驶高席 面板部分外资进出忽买忽卖 大家留意短线追加的风险 至于减码部分出脱了这些相关的美债ETF 有点短线获利了解味道 也持续减少这些相对的高息ETF 例如群立台湾竞选高息 以及国泰永续高股息 外资们依然吃散户豆腐 持续获利了解这些相关的高息ETF 接着观察选择权最大位平常量 发掘上方可能压力以及下方可能支撑 前前庄家在这边布下较大的防守点 也陆续落袋为安 除此之外这些庄家将部位持续下移 这样情况或造成多方反弹更大压力 而且重点在于今天是 期货与选择权月节算日 我们往下看也看到多方足起一些防御攻势 但整体的企图心依然没有非常强烈 一样提醒操作此类型杆杆交大机动商品 做好风险控管 接着我们迅速看过 美国主要全职股表现 先看微软 美国科技拒破 微软表示 董事会批准新的股票回购计划 规模高达600亿美元 8月份再度拉回靠近下方红色颈线 多方再度反攻 甚至目前已重新战毁所有军线 而终极角度依然以大区间视之 结果原本难凶难地的微软反攻向上突破 而Google依然受制于这条绿色下降的压力线 上方的季线已穿越20周军线死亡交叉 后续再好办法仅能以盘待跌 至于MEDA部分 先前公布不错的财报与展望之后 股价相对强势 若能有效突破上方黄色压力的话 将开启另外一片天 特殊拉部分股价近期较大波动 近来提到在此情况下 如果短线涨得太多 不要随意追价 拉回的话观察下方中级军线防守情况 至于AI总大将挥打部分 再度进入这些型整理末段 当然一来是基本免获力依然亮眼 但未来展望过高 所以多空目前依然激烈争夺地盘 由于进入整理末段 后续的突破方向相当重要 至于苹果部分 竟然股价下跌 市场归因iPhone16不如预期 大家都在等那传说中的Apple Intelligence 结果发现上市时还没准备好 或许Apple需要更多的创新 不只是加个新镜头 换个处理器 或者换个新名字 如果苹果不想在2025年继续头疼 可能真的需要重新思考产品的策略了 毕竟消费者没有看到 大进步是很难出现大幅换机潮 真心的希望 下次的发布会能带来真正的惊喜 而不只是只有最新或更快而已 国际经济部分 中国房地产市场像是玩丢滑地一样 韭菜们期待政策能有奇迹 但事实上房价持续下滑或是必然的结果 根据路透调查 2024年预计下降8.5% 明年则再下滑3.9% 虽然中国政府不断推行刺激政策 但数据来看效果有限 大城市如上海南京有小幅增长 但对大部分地区来说 库存过高是个大问题 尤其是小城市的去库存压力 大的让人头痛 分析机构野村证券的分析也提到 中国政府很可能会进一步下调购房贷款利率 但这些政策恐怕只能治标不治本 房市的结构性问题还没有根本解决 供大于求的情况也会持续一段时间 而红野有没有在这几年早已提前警示 中国政策以及经济问题 即便未来有更多政策出台 也别指望房价能马上回春 火车头房地产将持续修正 此外中国与西方世界对抗导致外资持续撤离 这场经济寒冬可能遥遥无奇 深渊不见底 图表显示外商直接投资于中国的数据 近年来持续呈现资金大逃出 老观众们应该有印象 红野已提醒多年留意大陆相关曝险部位哦 OK接着分享今天的主题 负能量股票挣脱垮你的资产 有些道理总是老生常谈 但真正懂得与做到的人却不多 人们的纯净灵魂具有进化的功能 那些磁场与能量好的朋友 简直就像行走的人形空气清净机 不仅自带光环 还能让我们跟着神清气爽 反之能量污佐的人就像移动的乌云 走到哪儿都会带来一阵阴霾 让人总是心神不灵 逃之夭夭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种情况 就是某些人总是令我们神清气爽 语音绕梁 但有时候我们也会感到和某些人相处特别累 脑细胞都在抗疫 这可能就是被负能量污染的结果 当然朋友偶尔低潮 给予适当安慰是善行 但朋友如果总是一直释放负能量 大家尽量避而远之 因为久而久之 我们原本纯净的心灵也会受负面影响 有道是近朱者赤 寂寞者黑 请多和能量纯净思考正面的人混在一起 这样不仅能提升自己的思考维度 还能让生活变得更加有趣 毕竟谁都不想让自己的能量被污染 变成思维迟钝的小蝸牛 此外 避免内耗也相当重要 就是减少自身能量的不必要消耗 这部分得设定清晰的目标 避免在无关紧要的事情上浪费时间和精力 再者学会情绪管理 不要让负面情绪影响自己的判断和行动 培养正面的思维方式 还有学会说 不 不要勉强自己做不想做的事 请专注于真正重要的事 提高效率 让生活和工作变得更加顺利和愉快 当然不只朋友伴侣 乃至周遭失误都是相同道理 而股票本身也是有能量的哦 那些好股票能量强劲 总是让我们投资者生清气爽 心情愉快 连做梦都会笑 而那些让我们忧心忡忡的股票 就像带着负能量的磁场 让人看了就头痛 如果一只股票总是让我们坐立难安 那这样就得考虑 是不是趋势筹码或基本面出现问题 请远离这种负能量 高不过前高 低迫前低 且筹码与未来展望不佳的空头股票 有多远离多远 不过红也觉得人们挺有趣的 在各个方面 人们似乎喜欢自虐 怎么说呢 例如人们总是喜欢坏情人 有道是男人不坏 女人不爱 而那些对我们好到不能再好的人 我们总是选择视而不见 股票也是相同道理哦 普罗大众买到标股 涨个5%10%赶紧卖出 但是买到破底再破底的烂股票呢 反倒死报火爆 终日成谎成恐不得安宁 请永远记得是 投资就像交朋友要选择正能量的股票 才能激发我们的投资潜力 让资产不断增值 远离那些负能量的人们或股票 避免被他们的磁场干扰 影响我们的判断 毕竟谁都不想因为持有了磁场污染的股票 而让自己的思维变得迟钝 心情变得糟糕 我们应该多和磁场纯净 能带来正能量的人们或股票相处 让自己的投资生活更加轻松愉快 下次选择股票时 不妨感受他们的磁场 远离那些让人头疼的负能量股票 投资之路才会越走越顺畅 那么今天的影片分享到这边 希望大家操作顺利获利满满 红爷勉励各位 财富永远属于积极乐观与耐心的红粉之籍 祝操作顺利